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今晚的消息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稍有回吐 美国近期就业和服务业等经济数据表现理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上调全球今年经济增长预测至6% 大投资者观望就快来临的美股业绩期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149点 低见过33380点 收报33430点 跌96点 跌幅0.3% 标普500指数连续4天创新高 一度升至4086点 大收市到跌3点 收报4073点 跌0.1% 纳斯特克指数反复偏远 曾升0.5% 触及到13776点 收报13698点 跌7点 跌幅不够0.1% 看港股美国预托政券的表现 ADR普遍做好 汇控制合比本港收市升0.66% 中石油跌0.46% 欧洲股市表现 欧洲股市做好 美国股市升幅较大 当地政府计划可能 自下星期开始 会有下阶段的经济重启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报6823点 升86点 法兰克福特指数 收报15212点 升105点 巴黎克特指数 收报6031点 升28点 看油价表现 中美经济数据强劲 带动油价指跌回升 纽约旗油每桶报59.33美元 跌2.12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67.74美元 跌2.12美元 看金价 金价触及超过一个星期新高 由于美元和美国的债子息率 都是回落的 纽约旗金每安市报17,843美元 升14.2美元 看美元匯加 反映美元对一男子货币走势的美元指数 跌穿93水平 低见过92.272 创了两个星期的新低 跌幅0.8% 投资者锁定利润和美国债息回落 都令到美元受压 美元对日元失手在110 低见过109.68 跌幅0.4% 英国即将重启经济 刺激了英镑对美元 曾经升穿1.39水平 创了超过两个星期的高位 但获利盘拖累英镑最多 到跌近0.7% 欧元对美元在1.1872 福德布1.1876 看回最新美元汇价 港元布7.7768 日元109.59 欧元1.1877 英镑1.3838 瑞士法郎0.9304 家元1.2569 欧元0.765 欧元0.7067 美国国负债券 10年期债远报1.67 30年期债远报2.33 这个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水深报28953 升14点 各企指数水深报11216 跌591 大市成交暂时199亿左右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